这几天新加坡正在召开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 和过去一样 中美两个大国的高层官员 包括两国的国防部长 也都如约出席了本届相会 只不过和以往稍有不同的是 在今年的相会开幕之前 对于美方提出的希望中美两国防长 能在相会上进行面对面对话的所谓要求 我们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不约不见不聊 经常关注中美新闻的同志和朋友 应该都知道 最近几年来我们给提出会面要求的 美方官员派出去的好人卡 那真是海了去了 而且美方在每一次收到卡之后 都会选择厚着脸皮 又一种只有他们自己觉得特别恭敬谦卑的态度 继续向我们提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要求 我们被蚊子咬多了之后 索性挂起了文照 好人卡都不给你派了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不对 我这说法不太对 不应该把我们拒绝和美方会面的做法 形容成是派好人卡 现在负责对华事务的美国官员 就没几个好人 发好人卡哪轮得到他们呢 要发也应该是发坏人卡 最近一个收到坏人卡的 就是自以为一张热脸伸过来 结果被我们用冷屁股给撅了回去的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 我本以为这些年来 美国官员收坏人卡应该早就收习惯了 不至于会为这点小事失态 大不了厚着脸皮继续跟我们耗就完了 结果没想到奥斯汀 这帮人这次好像真是破防了 在今年的相会正式开幕之前 先是五角大楼跑出来再次就南海问题大组文章 宣称我们的战机最近在南海国际空运 对一架美军军机进行了不专业的拦截活动 然后就是奥斯汀和布林肯轮番上阵 蹦出来指责我们拒绝了美方希望在相会上 进行中美会面的要求 说什么美方对此深表不幸 还说什么要是因为沟通补偿导致事态激化 那么局面失控的责任就全在中方 这可真是新鲜了 我原本以为美国政府那张贴满了爆炸式反应装甲的老脸 是不怕打的呢 没想到你们原来也有破大房的时候 破房了好啊 你们要是不破房 好多中国老百姓恐怕还真不懂 我们对美方会面要求的冷处理 原来效果这么好 无论是奥斯汀也好 布林肯也罢 或是他们一边屡屡污蔑我们 一边还给我们提出各种要求的其他美国政客 这帮人现在的嘴脸 让我想起了一种非常令我反感的人 在看这些内容的同志和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亲的经历 只要是相过几次亲的 通常有一定概率会碰到下头的相亲对象 而且相亲的次数越多 碰到这种人的可能性就越大 谁要是不幸碰到了这种人 那么你从接触到他的第一课情就要倒霉了 虽然他在微信上口口声声说你很对他的胃口 总想约你出来见面聊聊 可实际上呢 却在背地里到处带节奏唱衰你的情欲 说什么一开始是你先嫁他的 是你急着把他约出来的 但他并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只是出于一片好心 所以才勉强答应见你一面 结果你还不乐意了 各种耍 大少爷大小姐脾气 好人卡 发了又发 他忍不了 所以这才跑到舆论场上来 想要寻求理解和支持 想让大家伙儿拼拼力 一般来说这种人的戏通常是演给两类人看的 一类是催促他赶紧找对象的家里人 这种人的心里其实未必就那么急着想脱单 更别说生孩子了 他们假装想和你聊聊 无非就是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搪塞家里人而已 你们看我已经随了你们的心意去相亲了 可人家不愿意见我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不是真心想要和你见面 所以这种人在网上接触的过程中 会明里暗里 变着花样的给你找不痛快 其目的就是为了和你保持安全距离 在这个距离上 他们既可以找到用来糊弄家里人的所谓理由 又不至于因为过分招惹你的反感 而导致大家互相拉黑 毕竟真要是把我们给惹毛了 他们还能上哪儿去找人陪他们演这出苦闲戏呢 另一类则是吃瓜的广大围观群众 这些人对中美会面到底谈了什么 其实不关心的 他们在意的只是双方在来回拉锯时产生的戏剧效果 是不是足够强烈而已 真相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反正最后谁的嗓门大 谁的托末多 谁就占便宜 保不齐最后还能忽悠到几个不明就里的糊涂蛋 真觉得是我们使性子使得太过了 是我们不讲道理 而且还主动跑过来 劝我们做人应该大度点 得饶人处且饶人 差不多就得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其实是真想见你 但是又不好意思先低头 也不肯主动拉下脸 生怕这样自己就被动了 和你面谈时会被你吃得死死 所以他就来了一招去先救国 通过抹黑你污蔑你构陷你的方式 在你的周围制造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 迫使你对他做出妥协 答应他提出的要求 又或者是二者兼有 你要是承受不住舆论压力 见他了 他就占你的便宜 你要是能坚持到最后 就是不见他 他就拿我们的坚决态度来堵家里嘴 在吃瓜群众面前卖菜 树立自己的受害者人设 无论怎么选 他都能找到台阶下 都能找出各一里的法子 仔细一想想 现在这些个一边还制裁着我们的房长 一边又在舆论上大肆攻击我们架子太大的美国政客 不都是这种下头的相亲对象吗 明明人品是那样的败坏 偏偏还有着一股不知道谁给的自信 脸上的油多得连美军看到都想过来打他 别说是我们中国了 哪个正常的国家会愿意和你这种对象面聊 更别说交往了 我当年看美国电影的时候 就特别反感好莱坞的一个情节设计 只要主角是个白人男性 而且片中出现了长得好看点的女性角色 尤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 闭上眼睛我都能猜出来 这俩肯定要发生点负距离的接触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英雄救美出强服务 我觉得美国人就是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猎物和战利品了 我们愿意主动向他们投怀送报最好 如果不愿意 那他们大概率就要跟我们耍流氓了 得亏中国人的手上正握着足以捍卫真理的倚天长见 否则恐怕奥斯汀这帮人现在对我们就不只是破防之后的予无伦次那么简单了 好多人觉得我们现在老亮着美方的会面请求不是个办法 舆论上太被动 给他们留下了太多可以写小作文的机会 这么说的人估计都是没碰到过个人的相亲对象 碰上这种情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对面亮着 他们说什么话茬你都别接 他们耍什么把戏你都别猜 他们打什么主意你都别理 理了你就中了他们的套路 他们有机会把你带到他们的节奏里走 更不要比他们先破防 因为搂不住火而主动打他们骂他们 把自己拉低到他们的水平线上 去和他们玩猪圈里的摔跤 他们能用道德来绑架我们 是因为我们有道德 同样的办法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 毕竟你没有办法去绑架一帮根本没有道德的人 所以不用管他们吹的是东南西北风 我们就把他们亮着就行 任他八面来我指一路去 他们要是无中生有 扎小人碎小嘴写小作文 那就让他们自己一边玩去 反正这事我没有不急 就当不花钱看红戏好了 一张冷脸板到底才是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手段 我们的冷脸就是交到他们面子上的开水 死猪或许不怕开水烫 但我相信装死的猪它还是怕的 所以这开水我们不但得交 而且还得一直交下去 交到它哇哇乱叫 交到它低头认错 交到它心悦臣服为止 在今天这个话题的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 我本来是想把它用在正文里头的 结果文案都码完了也没用上 可我又舍不得把它当成边角料 就这么浪费了 那索性就作为饭后甜点吧 各位可吃可不吃 不管怎么说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罗斯福 里根 川普和拜登坐在阿美利加号资本主义列车上 车开着开着突然停了下来 次位总统都坐不住了 纷纷站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罗斯福说 去看看对面中国的高铁是怎么搞的 我们跟着学学就好了 里根说一定是因为火车的乘族里头有赤色分子 把他们抓出来就好了 川普说没有人比我更懂开车了 把司机吵了换我来开就好了 拜登说什么车停了 火什么玩意儿 火车是什么